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今天民主黨正式和鍾廷博士 就著未來的一些民調理解鍾廷業教授 去想怎樣做的交換意見過程 其實鍾廷業教授會上面 基本上講了他其實早個星期 都在一些記者會上講過 要怎樣做門檻設計 所以我們在會上進一步去理解 他這個觀念實際上是怎樣操作 但因為始終牽涉到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很細節的有關門檻的內容 我們都是交給Cory去作出進一步說明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很清楚的 因為這次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在去留之間 我們要有一個方法 希望能夠將當前的爭議 盡量去解決 所以我相信所有我們民調派的朋友 我們同意要做這個民調的朋友 亦都會繼續復應於這個民調的結論 第三個在會上面 中博士也提到 他都很希望能夠邀請到其他的民調機構 大家共同的協作 我們是同意 因為這個做法會令到整個民調的結論 是有更大的通訊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中博士確認了找到哪一個機構 是和他一起協作這件事的時候 都會進一步去說明 我們初步聽到 就是他會和中大的阿里亞峰博士 會有一些協作的工作 但是細節的東西 我想要請中國士轉一步 是不需要說明清楚這一點 在會上面 我們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很關心 那個相應的一些門檻的問題 和那個調查的安排 那麼限於我們一定要在今個 即是在九月底之前 是作出一個的議論 因此在當中我們能夠應用的方法 主要都是集中了在現在這個 廣泛性有代表性的一個民意調查的方式 而在展開相關的工作之前 我們都會繼續做現在的一些 廣泛的討論辯論等等的事情 希望有更多的香港市民 是能夠就著去留的利與弊 是理解了 然後就在調查裏面 是能夠更加準確的 是作出他的一個判斷 協助我們解開當前的一個爭議 至於那個門檻的方式 我想我很簡單講一講 其實鍾博士在上個星期 在他自己的香港人計劃裏面 都已經講了他的內容 今天所講的內容 其實上星期在香港人計劃裏面所講的內容 我聽不到的分別 仍然都是一個雙門檻的安排 但始終細節 我就會交給中教授 中博士去幫忙 講清楚究竟如何理解 那個所謂雙門檻的安排 這個比較合適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由中博士所建議的一個做法 今天我們會上聽了的時候 我們大致上理解了他做法的一個邏輯 和思路 都是這樣的時間 當然要尊重 以及重視中博士在做這個研究的時間 他所提供的一個研究的方法 因為這樣才能學到相應的獨立性 因此細節的技術問題 我們今天在這裏 就不方便去進一步 代表到這個民意研究所 作任何的一個意見的表達 我相信 中博士也都會在稍後 很快就會跟大家說不清楚 我想我講了這麼多 最後我想講清楚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民調的過程裏面 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就是我們希望 不管結論是去或者留 最重要的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民主派的朋友 到最後大家都能夠有一個方法 是團結一致 共同是對抵抗這個 當前所面對的 是政治困難和這個暴政 這一個就是我們在這個民調裏面 我們最重視的一個結論 就是最重視的一個效果 請 我補充一點就是 正如我們在上星期四的記者會 是講得很清楚 我們會完全尊重 鍾博士 和其他學者專家 他們獨立 和具公信力的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來 和鍾博士 和兩位鍾博士 鍾建華博士 和鍾廷耀博士 兩位去商討的時間 我們純粹是了解多些他的調查方法 和最重要的 是他背後的理念 為什麼是有這樣的安排 為什麼是定這個比例的門檻等等的 我們是完全尊重他們這些學者專家的獨立意見 但是因為始終都是他們的意見 一定是要交給他們 和大家去詳細講解的 我相信 很快的時間 鍾廷耀博士他們 也都會和大家詳細講講 他整個的調查方法的安排 和背後的理念 我強調 無論他最終那個問卷 是怎樣的設計 門檻是怎樣的設計 我們民主黨一定會完全去遵從 他們的專家的獨立的意見 絕對不會有任何意義 絕不會有任何意義 OK 這個是我們對社會 對市民 對兩位中國士 我們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們最終 他那個調查的方式 問卷的設計 以至那些門檻等等的安排 全部都是聽從 鍾博士他們的專業意見 接下來我補充多一點就是 現在陸續已經是有傳媒 安排著不同的辯論的了 包括有些網台 之前是有D100 接下來有城寨等等的 我們希望市民大眾多些關心 我們這個辯論 因為我想我可以引述一下鍾博士的 鍾博士都是希望可以在這個民調之前 社會大眾都盡量了解多些 大家雙方的理念理據去做一個決定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不是純粹說大家表個態就算 最重要是表態之前 大家是明不明白去同流的優劣 還有這個我自己講的 就是去同流之後的後果 尤其我們如果是棄手立法會 這個這麼重要的戰線 可能要面對的嚴重後果 如果大家市民是準備好去面對 這麼多的惡法包括是明日大嶼 過萬億的倒水到鹹水海 益了中共的財團商家 逃空我們香港人的庫房儲備 第二是大灣區投票 說幾十萬人可能會來到香港投票 影響整個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結果 最終可能是民主派 是長期的大敗 第三就是這個健康碼 我們香港人可能要面對 接下來你沒有健康碼 是出入不了商場 去不了乘公共交通工具 去不了食市 我們的私隱 我們的行蹤 可能是受到監控 我想香港市民一定要想清楚 我主要補充兩個 想問一下 剛才你提到 可能留在這裏 可能會對抗到 剛才你說的一些法例 但是留在這裏 是否真的可以阻止得到呢 我舉一個例子 林鄭政府在兩年前的施政報告 說要做這個明日大禮的工程 足足兩年 她都未在立法會那裏 拿到一個撥款 為什麼 因為我們立法會裏面 有事務委員會 有公務小組 有財委會 不同的程序的 我們總共呢 就這個項目呢 是一路反對 令到整個項目 延了一年有多 都提不到上來 財委會最終拿到撥款 我們民主派單方面 是不是能夠阻止所有惡法 並不是的 不過我們絕對有這樣的空間 和能力去拖延一些惡法 損害香港公眾利益的財政撥款 通過 我們可以拖到很多很多的法案 大家看回上年 《送中條例》 我們在立法會由年初 一路跟我們抗爭 抗爭到去六月 最終市民的力量 亦都是令到惡法被迫撤回 中間我們是令到 市民和本地傳媒和國際傳媒 高度關注這個惡法 由最初的遊行是得一萬多人 到最終是過百萬人出來反對這個惡法 大家看到我們議會戰線 和街頭的戰線和國際的聯繫 三者是相負相成的 我希望大家市民回憶一下 過去我們一同去奮鬥的 就是很難得的 很貴的經驗 如果有人說 我們民主派在議會 是完全不能夠阻礙 拖延這些惡法的通過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片面 和扭曲了的說法 因為事實上就是 剛才我舉了兩個例子 大家看得清易楚的 我們未必單方面能夠阻礙 但我們一定能夠拖延 用時間換取空間 令到市民和國際社會 高度關注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一些這麼爭議的法案 所以我希望大家市民 要珍惜我們這個議會的戰線 絕對不能夠棄手 想問一下今天的討論 你們聽完國安排和洪南等 你們自己有什麼 自己有什麼 你們覺得怎麼樣 當然你們說會服從 但是你們聽下去 是不是覺得合起和市民 都容易去了解 我想牽涉到其實細節的問題 我也不想走得太深 因為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委託方 如果我們講太多的話 似乎都會有一個誤會了 我們好像想有些改變 但是總的原則 或者我們聽回來的時間 其實兩位中國士 基本上是將上星期所講的內容 是變成一個計劃書 其實我們看了 所以在會議上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整個計劃的過程 剛才我提到就是 我們有個時間的限制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是令到就是 在其中一些的安排上面 我們是要聚焦在 現在的民意調查工作上 我想主要是這一點 至於就是 那個門檻的問題 那個技術上面要怎樣做 才能夠令到 在調查方法上面 是讓我們能夠 比較仔細地看得到 那個決定的基礎的話 這些技術的細節 我們都會請兩位中國士 去接作 我們去說明清楚 但是我們是很清楚 今天在會議上面 第一大致上 我們收到就是 民意調查所所講的 大致上 和上星期所講的內容 是無相差的一個 基本的內容的框架 今天是講得非常細緻一點 而我們理解了 相應的一個理念 背後的一個邏輯 是怎樣的一回事 而我們是會遵從 有關的安排 當然我們都會將這一次的 會面的內容 跟民主派的朋友說明報告 但是我們很清楚見到 就是上一次 當兩位博士講了 那個是平門檻 調查的方式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覺得 是可以跟從的事情 我想我們大致上 都按照這個方向 這個軌跡繼續走下去 請教一下兩個問題 第一 現在民主派 其實我們整體都認為 是要跟民票的 大家各自有不同的伴侶 有沒有信心 民票出來 民主派整得齊上齊下 第二個問題 其實它的門檻 有兩點 但是如果兩個門檻 都達不到的時候 你們會怎樣挑戰 我想兩點 第一個 關於其他民主派的朋友 他會不會最後跟從 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 在討論過程裏面 暫時來說 我們仍然都會有 大家都要回去考慮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現在很初始 很初始的階段 有更加具體的方式 擺出來的時間 我相信大家就會重新去研判 究竟他會跟還是不跟 會怎樣處理 這是一個過程來的 我想無可避免地 不會是 我們民主黨所做的決定 可以直接 即時影響到其他的朋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個就是 剛才你所提到的 是關於 如果門檻 在調查之後 發覺就是 不過 不過 不過門檻 我們會怎樣做 我想這裏 正如兩位中博士所說 如果門檻是不過的話 是我們的 另外的 是政治的 責任和判斷 這個我相信 我們都要在民主派裏面 進一步去探討 萬一去到那個位置的時間 是要怎樣處理 但這裏 我們不可以即時 亦都給到一個具體的回應 但我想今天 首先我們處理了 就是民研究所 幫我們做的民權的方法 和他所定的一個門檻 然後我們讓一個計劃 是好好地實現 實踐了它 到最終 進一步的責任 或者是一個研判 是要怎樣做 我想這裏 如果真的 這個民調本身 不能夠為我們 是作出一個 是決定性的 是決定的時候 我們都會進一步 向大家交代 我來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現在的發展 發展 提到的 裏面 和 裏面 裏面 勤快 請問一下 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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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只能說 裏面 要 可以 我们会有一个答案的答案 之前30月30日 所以我们要做事做事 之前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谈论 直到现在我们有很多媒体 有很多媒体的谈论 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 debate for those who come from the poll or against a thing in the magic halls so up to this moment I don't know as far as I know there has already been two, right? and more than two debates has already been arranged and probably there will be a lot more coming and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get more debate so that the posts and cons of whether or not to stay in the radical can have a flow of information across the board across the community so that when the survey is really made we can have a well-informed situ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can you explain why did you take Puri as your poster and the progress basically what have you discussed an update on your progress well I think for Puri it's a credible but I mean opinion poll organization that had done a lot a lot of credible survey in the past and of course we rely on their professionalism and also their credibilities in past and hope that they can and definitely they will they will arrange credible research results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result to have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and of course we also hope the survey and invested I mean the survey itself um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s that can improve the solidarity of the pan-democrats and supporters so that we would like to let the survey go on and as a result I mean as a basic reason that we get out that would be the basic reason that we take Puri as our organization to help us to do the survey on one hand secondly um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survey um has already been announced in uh last Friday already uh in particular talking about the thresholds but talking about the tenacrality uh we hope that Puri will have to Dr. Zhong um tell us to have further explanations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um the um the academic reasons for the survey um and why or what what would be the reason for the setting up of the questionnaire has been made so um for the tenacrality past um we don't want to involve too much but we will follow what they have proposed to us so that we can have a credible survey and help us to uh to uh resolve the problem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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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uh um about uh from 也有公民黨,也有張超雄 還有 我們不如不要再說 我們怕講漏 對,怕講漏,不好意思 但很簡單地說 其實我們的工序正在開始 我們都很相信因為這個過程 一路走的時間,大家會看 我想最重要是看著民調的結果 然後作它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今天我們在這裡 純粹是展開商業的工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你說講到其他的 資源承擔等等的問題 我們是未進入 和其他朋友講這部份的工作 我想相比之下 其實民調所起的作用 其實是遠遠超過在資源承擔的號份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看到我們所作的文章 在中教授,兩位中博士領導之下的研究小組 他們是能夠令到大家有一個很信服 很信服的結果出來 而這個信服的結果 令到大家的脫結面 是可以一路維持的 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我補充回答你 上一次我們民主派會議的時候 我們這個民調的開支 確實是有其他民主派的同事 主動和我們說想分擔的 但是我代表民主黨和他們說 因為這個開支 其實都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大 我們就初步 我們就覺得我們民主黨 基本上可以應對的這個開支 但是這個不是最後和大家商量的 看完兩位中博士最最後的安排 究竟該開支怎麼樣 我們是沒有所謂 最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還有將社會上一個這麼大的爭議 用一個相對是能夠反映民意的方式 去處理到大家重新團結 我們主要是這樣想的 錢、銀不是重點 有幾條問題想問的 想問回關於門檻方面 到時候如果結果可能是支持反對 這樣隔一半 或者是可能支持和反對 可能差很少 49比51 你們到時候又會怎樣的決定 另外就是你們會找學者做些評論 想問一下你們是 找他們直接說那個去留的決定 還是他們做完評論之後 你們會再自己作分的決定 接著都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那個 之後會有一個debate 想問一下那個具體的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其他 不如先搭三條線好嗎 好 大家知道在上個星期五 我和有一位他們的朋友 周嘉誠就在這一百 做了一個 我形容為熱身賽 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 安排了城寨 是有一個的 另外有些民間機構也都安排了 我也都知道 是有傳媒 是合作 想舉辦一個比較大型的 辯論的安排 我們也都看一下會不會有其他的學術機構 或者是民間的機構 可以安排到多些的辯論 我們不只是民主黨的 我知道公民黨的朋友也都準備參與這個辯論 我們相信呢 只要多些機會 鋪陳大家的理據出來 市民大眾是充分掌握了雙方的理據 會做一個對香港是負責任的決定 我只是回答關於門檻的問題 我仍然都是 今天我們和民意研究所 有一個初步的討論 兩位中博士都提出 就是他們建議給我們用的一個 雙門檻的安排 那裡是我們一定會遵從的 但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這一個民意調查 會永遠都會有一個位置 正如兩位中博士都有講過 就是到最後我們可能需要面對的 都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那我在這個階段裏面 因為有堅持到很多技術的細節 我們就不會在做任何進一步的探討 我建議大家先聽了兩位教授 兩位博士所講的方法之後 是理解了那個民意的方法 然後我們才做進一步的 就是處理 畢竟就是這個我們說了 我們民主黨是會復應於 那個民意的民調計劃之下的結果 那個結論 而我們都一定要一路 是要將我們的看法 是告訴我們的同事知道 讓大家在進行這個決定的時間 可能能夠盡量奪向大家接近的看法 這些我們需要時間 去疏偷這個磨合的 我補充一點就是 兩位學者專家 其實已經是有一套的想法 那個門檻高低 最重要就是 什麼原因是令到他們提出這個門檻 我想傳媒朋友和市民大眾 可以稍後的機會 仔細聽一聽兩位學者 他們背後的理據 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不是就這樣說出來 我就這樣畫一條線 就這樣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後面是有一套的理念 但是這套理念 就要交給兩位學者 自己和大家講一講 好嗎 有一個問題想問 不好意思 最後兩條 這位 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上個星期五 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 都出了一個民調 結果就是 超過六成民主派的支持者 都反對人 為什麼民主黨 不用上一次的民調 或者你們怎樣看這個民調的結果 或者怎樣參考上一次的民調結果 會做現在的 第一 我們完全尊重 在上個星期五公佈的民調結果 大家市民的看法 完全尊重 第二 在場 鍾建華博士都在 鍾博士也都在 在調查結果公佈前 接受傳媒訪問 也都說這個是參考性的民調 並不是結論性的民調 它是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全港性 科學的抽樣的結論性的民調 去了解那個民意 第三 就是我們這次做的決定 是說影響香港非常長遠 對每一個市民 七百萬市民 它的設身利益是非常重大的影響的 我們覺得一個這麼重大的決定 一定是經過一個比較深入和廣泛的社會討論 才做這個這麼重大的決定 所以上星期的民調結果 我們完全尊重的民意 也都會參考在心中 最終我們希望有一個結論性的 是全港抽樣的 由兩位的學者 去推薦我們做的民調方式 去處理現在社會這個爭議 最後一條 如果跟上一次那個民調結果 其實應該是兩個門檻都不大標 那現在你們是否應該要 聽一套月光不大標的話 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它是一個調查的方法問題 那調查的方法 我想我們就不可以介入 這個也是 鍾博士在我們討論過程裡面 是很清楚講明的方式來的 調查的方法 它的思路是怎樣想的時間 那這個我相信進一步 你可以是等兩位博士 兩位學者跟你們說清楚 它整個思路是怎樣 當然它留了一個大的問題給我們的 但這個問題 我們都要用後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但我想今天我們首先要解開了 就是我們已經在今天正式 跟這個民意研究所 是請他們幫我們協助處理 這個民調的計劃 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這個民調 也都會是由中國市去邀請 其他民意研究 共同參與 我們都是同意的 第三個就是 它初步提供了一個方法怎樣做 這個方法 我們見到 跟上星期 中國市在回答記者的時間 所講的內容 是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因此就是 我們大致上 就是在這個基礎之下 麻煩民意研究所 幫我們跟進相應的 一個調查的工作 然後我們就會復應於那個調查結論 我想我們今天能夠說的 是來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嗎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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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